港府将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向联合国提交第三次报告 星期一在立法会会议上 多个人权团体批评梁正英政府压制新闻言论自由 使得香港人权不断倒退 同时警方滥用警权 以选择性的政治检控打压示威活动 香港人权监察总监事罗沃奇强调 港府必须负起履行国际公约 尊重人权的责任 他批评梁正英签署记写的新闻自由约章 声称尊重人权 但却是史无前例左右传媒最多的特首 包括出信去警告一些有关的报道 传媒机构 我们也都见到我们的体制上面是千瘡百孔 譬如我们没有一个民主体制 去为人权做一个起码的保障制度基础 法治方面也是有很多决陷 包括释法问题 民间人权阵线警权关注组召集人王浩贤 则批评今年警方滥用公安恶法 拘捕和检控示威人士 借此打压游刑或集会 如果是警方选择性地选择这十几个人 这几个人出来告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打压的行为 而就是因为国旗法而被判九个月 这个其实是很明显对于言论自由 对于议言入罪的一种侵害 多位议员纷纷批评近年来 香港人权自由状况不断倒退 而一些基本的权利是没有受到尊重 特区政府现在要去交功课了 交这个报告了 你说拿到出来去联合国 是不是变成一个国际笑话 是不是会被人笑呢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是的 大家估论 Jong来